哈囉大家好我是Guy 很多人跟我反映說 因為工作的關係 經濟的關係 沒有辦法上健身房 或者是本身完全沒有接觸過 健身房的器材 就算去了也不敢使用 然後健身房一堆 長相兇惡的句句 根本也不敢開口發問 其實說到這個 長相兇惡的句句嘛 這完全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你只要有禮貌的發問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可以其他我使用這個嗎 哼 哼 哼 當然可以喔 回到正題 一定得去健身房才有機會練出好身材嗎? 在家訓練其實根本只是一種幻想嗎? 我可以告訴你 只要你的訓練條件有達到該我的水平 你是在哪練的已經不是重點了 所以不要因為上不了健身房 就心灰一人放棄健身 當然還是會建議 如果你是只能在家裡訓練的人 最好還是要兩樣東西 一個是這種可以調整角度的 握推椅 另外一個是這種可以自己裁裝槓片的啞鈴 今天我會跟大家介紹 如何用握推椅加啞鈴 花四天練完全身 第一個動作 上胸握推 這個動作我會做12下無阻 記得在做正式組前一定要做好充足的暖身 下放時吸氣 上推時吐氣 第二個動作 平胸握推 12下無阻 在做握推時記得肩甲後收雙腳穩踏地面 頭肩臀 好好貼著握推椅 下放時慢而穩 上推時好好感受胸肌的發力 第三個動作 二頭慢彎舉 12下四組 在做站立式啞鈴彎舉 有一個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就是 下背一定要保持在中立的狀態 不要有過多的搖晃 下放時吸氣 上拉時吐氣 第四個動作 垂式彎舉 12下四組 第一個動作 單臂啞鈴滑船 12下五組 這是一個吸氣值非常高的動作 它能有效的訓練到後背 由內而外 大多數的肌群 下放時吸氣 上拉時吐氣 第二個動作 雙臂啞鈴滑船 12下五組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一樣注意你下背的位置 是否有保持在良好的中立狀態 上拉時感受你背擴肌的發力 第三個動作 下腹啞鈴抬腿 20下三組 如果你還沒有辦法負重的話 先空著雙腿也可以 全程感受你下腹的緊繃感 第四個動作 上臥捲腹 20下三組 臀部貼地 肩膀不著地 雙手交疊向前伸展至雙膝中間 維持上腹緊繃感 注意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不要過度捲曲你的身體 避免尾椎的不適 第一個動作 坐姿肩推 12下三組 上半身打直 下背中立 手肘不要過度向後 平穩地向上推出 緩慢地下放 維持肌肉的緊繃感 第二個動作 站立飛鳥 12下三組 臀部微微向後 下背保持中立 慢拉慢放 第三個動作 坐姿曲體後背鳥 12下三組 想要打造立體的肩膀 就不能偷懶不練這個動作 在訓練後三角時 重量不要拿得太重 好好的用輕重量 感受後三角的肌肉張力 第四個動作 握姿曲立身 12下五組 又到了我個人最喜歡的 山頭訓練體位 記得手肘不要過度前後搖晃 跟臥推時一樣 頭 肩 臀 貼著臥推翼 雙腳穩踏地面 第一個動作 酒杯式深蹲 12下四組 想像雙手捧著一個酒杯 膝蓋順著腳掌外巴的幅度 下蹲至低點再起來 記得我們一樣把下背保持中立 第二個動作 啞鈴硬舉 12下四組 這個動作可以訓練我們的 臀 腿 後側 後背 記得起身的時候 要把我們的臀部向前推出 第三個動作 啞鈴甩擺 一分鐘三組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用我們寬周圍的肌群向前推出 帶動手臂把啞鈴向上甩 想像一下啞鈴是被你頂飛出去的 而不是靠著上半身把啞鈴舉起來 好的以上就是我帶給大家 握推椅加啞鈴的四天全身訓練菜單 記得隨著身體慢慢的進步 腹重也要慢慢的跟著往上加 就算你真的沒有辦法上健身房 透過這樣規律的訓練 你也可以練出很棒的身材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給我 想看看的話就記得訂閱囉 我是金人蓋一 我們下次見 掰掰